作者 旺宇 由桑子为您播讲 未等宝花圣祖回复什么 原演却一下暴跳如雷 你敢要挟本作 不敢 文贝也只是想暂时自保而已 在下离开雷海时后 分念就会立刻消散 二位不必担心 在下离开后 仍然会引爆分念伤害灵草 毕竟如此做的后果 只会真和两位前辈结下生死大仇 对在下一路追杀到底 文贝不会做如此蠢事的 宝花圣祖听完韩丽之言 美眸中奇光一闪 冷哼了一声说道 你真以为区区分念自报 就可以摧毁玉河中的灵药吗 这灵药是天地奇物 就是非剑非刀 也难伤分好 是否真能毁掉 我赌二位 不敢真正尝试一二 况且宝花前辈 真以为我所留的临时分念 只是普通分念吗 听了这话 终于让宝花和圆眼圣祖 脸色再次一变起来 有些出乎韩丽的预料 看似愤怒异常的黑袍青年 轻刻间恢复了镇定的表情 把玉河一收 冷冷地说道 好 很好 本座这数万年来 还是首次在其他人面前 手脚处处被覆的 滚吧 你若真敢在事后 损伤烈魔花丁点 本座绝对让你知道 什么叫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这老魔还真会演戏啊 韩丽心中一宁 但是脸上却丝毫不变 一转头后又向宝花圣祖问道 宝花前辈 那你不用再说什么了 切身也答应了 就像你所说的 哪怕只有一丝损伤灵药的可能 我也不会冒险 你可以离开了 但是若离开雷海后 灵药上的分念还没有消失 可就别怪我翻脸无情了 多谢二位 那韩某先走一步了 韩丽双目一眯 冲对面一抱拳后一跺足 竟真的化作一道青红 破空而走 几个闪动后 顿光消失在天边处了 转眼间 此地只剩下了孤零零的三魔 原先一直站在宝花圣祖后边的黑恶 忍不住向前一步 谨慎地冲白衣女子询问道 宝花大人 要不要小地跟下去 不用了 此人神识之强几乎不在我和原眼道友之下 你这点区区的隐匿之术绝对瞒不过他 黑袍青年文言一翻白眼地说了一句 怎么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胆小了 原眼倒有胆子自是不小 若真敢跟下去 妾身自会佩服万分的 白衣女子瞥了原眼圣祖一眼 没有表情地说道 老夫最得力的手下不在身边 否则怎可能这般轻易地放走这人 你说的是影煞吧 若是他真在此地的话 你就敢冒险一试了 宝花眸光一闪 脸上隐约有一丝讥讽之色 你说得对 我多半还是不敢让其出手 炼魔草对我来说太重要了 我不会冒一丝风险的 我也是同样 此人算准了你我的弱点 才会让你我束手束脚 让这姓寒的小子跑了倒没什么 但是他留在灵药上的神念 真的没有什么问题吧 你看出什么异样地方了吗 这倒没有 若是看出了 也不会让这小子这般离开了 我也差不多 同样没有看出灵药上这一缕分念 有何特殊地方 以你我的眼力都未看出问题 想来真不会有问题了 我们等下去吧 原言却似乎有些不甘心 木然又问了一句 你若是动用神通 现在就驱除灵药上的分念 能有几分把握 我法力卫父 若真是普通分念的话 大概有六成 在其自保前得手 宝花丝毫不觉意外 六成 的确是低了点 我倒是有八成以上的把握 但还是不敢冒险的 宝花倾笑几下 正想再说些什么 忽然 二抹耳中同时 响起了一个 嗡嗡的苍老的声音 既然你们二人都不敢出手 那就让我代劳一二吧 这个小子身上其他的灵药 老夫就不客气的全收下了 这个声音 涅槃 是涅槃那个老家伙到了 宝花和元眼圣祖一听传音 同时大惊的失声出口 但下一刻 那苍老声音 就一下在二人耳中戛然而止 再无丝毫的响声传来 元眼圣祖脸色阴晴不定 难难一句 我早该想到了 这老家伙一知道此地出事 怎可能不过来看上一眼呢 涅槃不是已经元气大伤沉睡了吗 这样的话 来的应该只是他金银铜三大化身了 就不知道是其中哪一句 来了多久了 不管是哪一句化身都没什么分别 他也应该刚到没多久 否则无法瞒过你我耳目的 不过我关心的是 那人族小子若被拦下的话 会不会是以为我们做的手脚 从而引爆灵药上的神念呢 只要我们不追过去 他应该不会做此糊涂事情 不过若他真有陨落的危险 这倒不好说了 毕竟连性命都保不住 做出任何疯狂举动都不奇怪 那小子他妈不是省油的灯啊 只是涅槃一句化身的话 无法把他逼到那种地步 况且就算他不敌的话 想要脱身逃走 却是绰绰有余的 这个可不大好说了 你大甘忘了 涅槃是我们当初三大始祖中 对灵界最为仇视之人 当年他大到未成之时 其伴侣就是在一次圣祭中 陨落在灵界一名大成老怪物手里的 这一点我自然知道 但他本体现在沉睡 除非三大化身聚集在一起 否则还真能拿那人族小子怎么样呢 看来到现在 你还不知道那件事情 涅槃倒是隐瞒得够久的 宝花望了黑袍青年一眼 脸上突然闪过一丝古怪的说道 元眼圣祖脸色一变 阴沉地问道 你指的是什么事情 当年我和涅槃 曾经联手灭杀过一名 跨界而来的一族大成 从他身上着实得到了不少宝物 其中有两滴稀释过的参天造化露 不过效力比先前 灵王手中那滴要强大得多 药效大概只是那真正先露的三分之一吧 我和他平分了此物 我那一滴早在许多年前用掉了 而涅槃手中那滴 在我离开圣祭时都一直保存得好好的 现在多半还留在他手里 啊 有正品三分之一效力的伪造化露 不错 拥有这般浓度的伪造化露 你应该知道涅槃会用什么办法 留下姓寒那个小子了吧 你说涅槃会唤醒那个东西 倒是真有可能 虽然他可能没见过人族小子出手 但能在你我面前仍然安然进入洗灵池中 这足以让他不敢小看分好了 你我都清楚 我们圣祭之所以没有毁掉苦灵岛 除了先前对韩小子说的那理由 最大原因还是顾忌那东西存在 要是唤醒这具强大的伪仙奎 也只有传闻中的宝物才能做到 而这三天造化露 正是其中最有效的东西之一 一滴三分之一效力的伪造化露 已经足够让他出手两次绰绰有余了 两次 那东西在此区域可不受天地元气的压制 人族小子要是大义 没有激发玄天之宝护身 一次出手就足够灭杀他绰绰有余了 怎么 你很担心 你就不担心灵药吗 万一那小子临死前引爆分念怎么办 若是那东西真被唤醒 你认为姓韩那小子 还有时间引爆灵药上的分念吗 就算真有那么一点时间 也多半用于考虑如何保命了 我等只要不出现在附近 他根本无暇顾忌我等手中灵药 若是他动用了玄天之宝 保住了小命 自然不会再激怒我们 我们只要在这里静等下去就可以了 这话有些道理 黑袍青年想了一想点了点头 神色放缓下来 咱们解说韩丽在雷海中 向前飞快地飞顿着 不但身躯四周有七十二口 青色飞剑盘旋飞舞 体表更是有金湖缭绕不定 而头顶上空更有两座小山 紧随悬浮高处 将大半电弧硬生生地接了下来 虽然此刻只有他一人闯着雷海 但是前进的速度啊 却似乎比来的时候更快了近备有余 只是几个闪动就顿出了极远 这自然是因为韩丽在和龙家老祖进来时隐藏了大半实力 未敢动用真正神通的原因 而在洗灵池洗水一经之后 但以肉身的强横 他也足以硬挨万雷之机 一时半刻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之后 顿光中的韩丽忽然神色一动 脸上出现一丝喜色来 前面不远处隐约就是雷海边缘了 韩丽深吸一口气一体体内的法力 就要从雷海口中一口气飞顿而出 而就在这个时候 高空连绵不绝的轰鸣声戛然一指 正披下的雷弧也一凝之后 不可思议地纷纷往高空中一卷而回 顷刻间呢 落下电弧全部消失不见 而高空尽是一片银白雷光 刺目电光闪得人双目都无法睁开 同时一股可怖气息也从中一散发出 正在飞顿的韩丽脸色一变 顿光一脸之下 在低空一下现出了身形 并凝重地向高空中荧光一望而去 此刻他双目微眯 瞳孔中引有蓝芒闪动 雷海上空的异样 并未持续太久 几个呼吸之间的功夫 银白电光为之消失 现出了一座巨山般的庞然大雾来 铁表一片金光灿灿之色 并且有一道道闪亮的银湖 缠绕全身 正是那只黄金螃蟹 而在韩丽心中大宁的是 在黄金螃蟹的一只巨翱上 站着一名身穿金色长袍的中年人 这中年人肌肤也是淡金之色 双目翠绿欲低 但眼眶深陷 给人一种异常阴沉的感觉 韩丽神念往这中年人身上一扫 竟无法探测出对方真正的修为 心中更是一下提高了几分小心 对方不是修为远超自己 就是修炼有特殊功法 或者一宝遮蔽修为 无论哪种情形 对他来说都绝不是什么好消息 更何况眼前雷海忽然诡异地消失 黄金蟹一下现身而出 让韩丽心中更是暗自嘀咕不停 不过他先前已经面对过 宝花和元眼两大始祖过了 故而倒没有太大的畏惧心理 也只是在下方一言不发地 盯着那锦袍的中年人 锦袍中年人冷冷地问了一句 你是灵界之人 韩丽心念略微一转 口中镇定地回答 不错 阁下是 灵界之人全都该死 你也不会例外 金袍人一听韩丽之言 目光中争色闪过 同时口中冰冷地说道 韩丽眉头一皱反问一句 阁下这话是什么意思 但金袍中年人似乎懒得 和韩丽说什么呢 忽然单手一翻转 一个金色小瓶出现在手里 并一把抓住瓶口 向下方一个倒转 下一刻 一滴翠绿的液体 从中一落而出 一闪即逝 没入到黄金蟹的巨熬之中 今天就讲到这里 下一集中 桑子将继续为您播讲 《凡人修仙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